曾经的幼龙已经长大 可他依然向着孩子匍匐在母亲怀里 龙妈溺爱地摸了摸卓梗的头望向了空中 此刻维塞利昂与雷哥正在争夺食物 而掉下来的猎物却被卓梗巴起了强暴 因为他是三只龙里面成长最快的 龙妈看着不劳而获的卓梗想上前安排 随着龙一天天长大 他们似乎到了叛逆期也越来越不听话 而龙妈又该如何驯服龙呢 在收复冤凯后 龙妈带着部队来到另一座城池迷林 途中随处可见的奴隶小孩 被当作路标钉在架子上 乔拉告诉他从这里到迷林 每过几里就有一个这样的路标 共计163处 龙妈看着如此残忍的手段 更加坚定废除奴隶制度的决心 不久后迷林城出现在了大部队的视野之内 城墙上的贵族在看到龙妈浩浩荡荡的军队后不屑一目 因为他们根本不怕 也不担心迷林坚固的城墙会被龙妈攻破 随后便派出了一名骑士当场侮辱龙妈 并讽刺他的无垢者是一群没用的太监军团 对此龙妈虽然愤怒 但派谁出去迎战他难以抉择 这时达里奥从队伍中走了出来 他为了捕获龙妈的芳心主动勤勉 而龙妈也没有拒绝 随着敌人战马的一声嘶吼 对决正式开始 可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 达里奥不但表情淡定地站在面里 还不忘趁机给龙妈抛个媚脸 这时对方的骑兵已经越来越近 龙妈看了看 依旧原地不动的达里奥有些担心 只见达里奥不慌不忙地掏出了一把小刀 接着扔向急驰而来的敌人 就这样弥林最强骑兵被达里奥轻松解决 随后他解开腰带 用同样的方式回敬了对方 因此激怒了弥林城的贵族 接着就命令放箭杀死达里奥 然而射程却根本达不到 这时龙妈缓缓上前 对着城内所有的奴隶说道 那些曾在冤凯身为奴隶的人 如今已经站在了我身后 并且他们获得了自由 我不是你们的敌人 而是来解放你们的 接着表示你们的敌人 是站在身旁的奴隶族 因为是他们杀死了你们的孩子 给了你们脖子上的镣铐 说完龙妈来到队伍前 而他身后的投射车也动了起来 在所有人疑惑不解的眼神中 龙妈下达了命令 攻城的东西并不是武器 而是龙妈收集奴隶的一个个镣铐 如今他用这种方式 告诉城中所有人 自己并不是信口开河 这是一个奴隶 将落在身边的镣铐捡了起来 自由是他们每个人渴望的梦想 又有谁不想把这个镣铐 从自己脖子上摘下 夜晚灰虫子带领着自己的小队 从地下潜入了弥陵城 另一边城中的奴隶汇聚到了一起 因为白天龙妈的一席话 他们开始商讨 是否要推翻奴隶自己的主人 这时灰虫子走了进来 并给这些摇摆不定的人 带来了武器 然后告诉他们凡人必有意思 但自由不是别人能给予你们的 如果要想自由 那么就必须自己争取 第二天一个正在巡查的围主 看到墙上写的字意识到了不对 可还不等他逃跑 四周巷子中突然出现 无数拿着刀的奴隶 而他也被蜂拥而上的人杀死 龙妈又一次不费一兵一卒 拿下弥陵 看着高呼自己弥杀的众人 龙妈想起了一路上 被当作路标的奴隶小孩 随后她下令以同样的方式 将奴隶主定在了木桩上 站在高高的弥陵城 此刻龙妈知道 离曾经的梦想已经不远了 可不久后乔拉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她告诉龙妈曾经被欺解放的冤凯和奴尔斯 如今又回到了奴隶主手中 并且他们正在积攒力量准备复仇 这个消息是龙妈想不到的 随后她果断选择留在弥陵 对此乔拉很不解 因为她知道回归故乡 是龙妈一直努力的目标 如今她却放弃了 攻打维斯特洛的最好时机 这时龙妈告诉乔拉 如果我连一个弥陵都无法治理 她有什么能力去统一弃部 乔拉扔出去的长矛又一次救了龙妈的命 而刺杀的敌人瞬间展开了行动 此时整个竞技场陷入一片混乱 无数人被无情地杀死 洛丹的无垢者也在偷袭中丧命 面对寡不敌众的局面 乔拉和达里奥坚定地看向对方 而在两人身后就是他们要誓死保护的人 龙妈看到再次回到身边的乔拉心里 才有了一丝阵地 随后几人来到了竞技场的唯一出口 可大门却在这时被关上 显然这个出口早已在敌人的预料之中 无奈他们只能寻找其他出路 而这时越来越多的敌人冲进了竞技场 并将龙妈与众人层层包围 一把把带血的匕首向中间慢慢地逼近 龙妈只能眼睁睁看着保护自己的人一个个倒下 如今叛逆期的卓梗也不知去向 而雷格和维赛里奥 也被自己亲手带上镣铐关进了地下室 现在能救他的人也许只能靠身边的几人 可乔拉和达里奥面对如此多的敌人 他们还能坚持多久 龙妈慢慢地握住了弥桑袋的手 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这是一声嘹亮的龙银滑破天际 就在这关键时刻 卓梗带着龙燕登场了 他如一片乌云飞过众人头顶 接着落在了离龙妈不远处的地方 虽然包围龙妈的人被卓梗的龙燕烧死 但由于他身体庞大 被远处扔来的一根根长毛刺中 此时受伤的卓梗变得更加暴躁 卓梗的到来让龙妈有了底气 他用力将插在卓梗身上的长毛把 面对自己的孩子 龙妈相信他不会伤害自己 而这一刻卓梗似乎又看到了 那个霸气十足的母亲 龙妈伸手想安抚一下自己受伤的孩子 可这是几根长毛再次袭来 在这个空间内 龙庞大的身体此刻就如同一个火把 龙妈知道如果自己不马上离开 那么卓梗也会陪他死在这里 有了决定后他慢慢爬到了卓梗的背上 随后卓梗冲出人群 带着龙妈飞出了竞技场 这也是龙妈的第一次御龙飞行 刺杀事件随着主角的离开而告一段落 逃出来后卓梗并没有带龙妈回到弥陵 而是来到了一处荒原 在经过一场大战后 卓梗早已伤痕没累 他疲惫地趴在地上 龙妈虽然心疼可考虑到现在弥陵群龙无首 所以想让卓梗赶紧带自己飞回去 然而他却耍起了小孩子脾气 直接将龙妈从背上摔了下来 无奈的他只能独自离开去四周寻找食物 可龙妈还没走多远就被一个骑兵发现 感觉到危险后 他将戒指作为标记扔在了地上 而这些人便是多斯拉克的马族部落 短短几秒钟 龙妈就被蜂拥而来的骑兵团团围组 另一边主星谷的失踪 让几人不知该何去何从 如今小恶魔也加入了龙妈的团队 而他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乔大帝死在了自己的婚礼上 而小恶魔却被诬陷成了凶手 白口默变得他最后选择了比武审判 可红毒蛇并没有为他赢下比赛 遗憾地死在了魔山手中 心灰意冷的小恶魔 在瓦里斯的安排下逃离了军林城 随后他被乔拉当人质 抓到了龙妈面前赎罪 这条线我会在后面做一期详细的介绍 面对目前的局势 他们需要马上找到龙妈 在经过几人伤难后 决定让小恶魔留下管理伊林 因为他曾坐过伯王之手 而乔拉与达里奥则去寻找龙妈的踪迹 不久后两人来到了一处荒原 乔拉看着草地上被马踏过的地方 察觉到了一场 果然在一番搜寻后 他找到了龙妈刻意留下来的戒指 随后他告诉达里奥找到了线索 与此同时龙妈已经被马族部落抓住 而昔日的女王如今却成了接下去 从龙妈逃出竞技场后 就被多斯拉克人抓了起来 至于如何处置 各大首领各书几件 有人表示不如将他交给深渊的贤主 这样还可以换一万匹马 龙妈看着这些可笑的卡奥打断了他们 接着自豪地告诉众人 曾经的卓格卡奥在这里发誓 要带着他的卡拉萨 向西走到世界的镜头 杀死那些穿铁衣服的人 拆了他们的石头房子 而你们这些伟大的卡奥在讨论什么 抢劫哪个小村子 用俘虏去换起匹马 你们根本就不配领导多斯拉克的人 随后龙妈用手握住了燃烧的火 告诉这些心无大志的人 你们不需要臣服 因为你们都会死 瞬间火光弥漫 一个个卡奥被烈火烧死 加上外面乔拉与大列奥的协助 龙妈一次性将所有的人解决掉 而看到火光的人们汇聚了过来 所有人不敢相信地 看着熊熊燃烧的圣体 这时一个人影从大火中走出来 而他就是浴火而出的部分者丹尼丽丝 众人见状纷纷膜拜 在回迷邻的途中 乔拉前来与龙妈道歉 因为如今他的灰灵病 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而灰灵病是一种能致命的疾病 皮肤会慢慢石化 并且传染性极强 乔拉为了不连累龙妈 只好选择离开 龙妈看着这个曾经为自己出生入死 时刻保护自己的人心如刀割 她从猛种石落破马 是乔拉教会她如何坚强地活下去 如今龙妈已经习惯了有乔拉的陪伴 接着龙妈告诉她 现在我命令你必须去找到解药 治愈自己 然后再回到我身边 因为当我征服七国的时候 我需要有你的见证 望着龙妈渐渐消失的身影 乔拉才不舍得离开 从龙妈最初嫁给马王 到马王离世 再到马族离她而去 如今已过去多年 此刻龙妈终于再次征服了马 加上拥有的八千无垢者 她完全有实力对抗红宝中的色系 这时龙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让达里奥众人在原地等她 随后便骑马离开了 然而过了很久 依然不见龙妈归来 当达里奥准备去寻找时 已经成年 她重新回到了龙妈身边 再不是那个叛逆期的孩子 接着卓梗落在了部队的前方 龙妈看着四周的多斯拉客人说道 我不是曾统领你们的卡奥 也不会选什么血猫位 因为你们每个人 都是我挑选的血猫位 龙妈的话激起了重人的血血 虽然马王曾许下的诺言已经无法兑现 但龙妈一直记在心中不曾忘记 如今她以这种方式也算完成了马王的心愿 另一边没了龙妈的作证 女妖之子依旧在四处作乱 这边负责情报的瓦里斯带来了两个消息 坏消息是目前除了奴隶湾其余的各地都已恢复了奴隶制度 而龙妈之前的奴隶已复制东流 好消息是她已经调查清楚女妖之子背后的支持者 面对眼下的局势几人商量着对策 可却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这时小恶魔想到了被龙妈锁起来的两只龙 她认为龙这种生物不该将其关在地下 因为小恶魔曾读过关于征服者伊耿的书籍 在几千年前伊耿统一维斯特洛大陆后 将家族的龙锁了起来进行圈养 可经过几代后龙开始退化 并且越来越小失去了该有的霸气 随后小恶魔决定去地牢放出关着的龙 以应对突发状况 可当她举着火把来到地下室 只听到了巨龙的声音却看不到他们在哪 这是黑暗中一束蓝焰对准的小恶魔 两只叙事待发的龙下的小恶魔待在了院子 再见到他们并没有要进攻的样子 小恶魔也不管龙能不能听懂人类的语言 立马表示自己是来帮你们 接着轻轻地放下火把 然后慢慢地向锁龙的铁链靠近 这时另一只龙也将脖子低了下来 就如小恶魔事先想的那样龙是高智慧的声音 在解开枷锁后两只龙朝地牢的深处走去 直到这一刻小恶魔才感觉到了后爬 对着满脸不可置信的瓦里斯说道 至此小恶魔变成了众人的主星 而她的才华与谋略在这里显露了出来 接下来的日子她重开港口恢复周边茂围 在龙妈失踪的期间 她将这座城市治理得井井有条 然而小恶魔的举动却惹怒了另外几座诚实的奴隶主 而这三人便是女妖之子背后的资助者 面对来势汹汹的奴隶主小恶魔并没有慌张 她用自己出色的外交手段稳住了局势 表示奴隶制度不会在一夜之间废除 会给你们几年的缓冲期 这期间你们的损失会得到相应的赔偿 但条件是停止对女妖之子的资助 经过一番考虑后三人答应了小恶魔的提议 与奴隶主的妥协灰虫则难以接受 可她不明白其是小恶魔的真正目的 是在给龙妈回归争取时间 但小恶魔还是低估了那些人的贪婪 几天后他们就将舰队开到了城下并开始进攻 灰虫子的无垢者不擅长海上战斗 只好带众人躲到金字塔的最顶端 突然一阵响声从上方传闻 众人纷纷戒备 从没有战斗过的弥桑袋也拿起了武器 接着灰虫子命令侍卫打开门 可还没看到袭击的人侍卫就跪了下去 原来竟是先一步回来的龙妈 见到女王回归众人这才松了口气 作为不怕高温的龙之母 火焰对她来说意味着重生 龙妈在多斯拉克一次性解决掉所有卡尔后 时隔多年她再次统领了马 由于担心迷邻的局势 龙妈骑着着梗先一步回来 而此时城中正在遭受各大奴隶主的攻击 看着下方硝烟弥漫的战场 龙妈面无表情 因为在龙面前这些反叛者不知一体 对目前的困境小恶魔坚持自己的观点 不该废除奴隶职 因为没有出路的奴隶主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但龙妈并不这么认为 她告诉小恶魔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 那就是杀死所有的反叛者 然后再将他们的城池移为平地 听完龙妈的计划小恶魔劝说道 曾经莱尼斯特围攻你父亲时 无路可走的疯王将烟火埋在了整个会议大厅 以及所有的交通要道 她当时想烧死城内的臣民与孩子 不管是反叛者还是自己的人 最后詹姆为了阻止那场战争 才杀死了疯王 所以小恶魔不想让龙妈走她父亲的路 在小恶魔的劝说下 龙妈给了奴隶主义的谈判的机会 然而没认清状况的几人表示 曾给过龙妈和解的机会 本可以带一支舰队返回家乡 但现在你可能要徒步逃离奴隶弯弯 接着提出条件让龙妈必须交出 无垢者以及迷藏弹 然后再杀死金字塔下面的龙 否则将踏平迷邻 在所有人经历的注视中 一只巨龙呼啸而活 卓耿霸旗登场 一生龙银震慑住了所有人 他仿佛在告诉这些反叛者 有我在你们休想伤害龙妈分毫 随后龙妈骑上卓耿冲进了战场 这时被关在金字塔下的 雷哥和维赛里昂引破墙而吐 时隔多年三龙终于在此刻起决 而龙妈也将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另一边女妖之子趁乱还在四处杀人 这时达里奥带领马族的十万骑兵突然出现 面对浩浩荡荡的部队 女妖之子也在达里奥的刀下宣告结束 赶到战场的龙妈御龙盘旋在空中 他看了看下面还在发动攻击的船只 对卓耿下达了久违的命令 战舰在龙燕中瞬间化为了灰烬 而有了三条龙的加入 龙妈很快控制住了局面 见大事已去士兵们纷纷放下武器逃跑 但龙妈并不想放过几大奴隶主 作为惩罚他们中必须死一个人 自以为身份偏高的两人推出了替罪羊 但灰虫子并没有按套路出牌 这是小恶魔告诉惊魂未定的奴隶主 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其他人 你活下来是因为女王的仁慈 如果他们想要复仇 或试图恢复奴隶城邦曾经的荣耀 那就提醒那些人 但伊丽丝与他的龙在弥林所做的事 在准备踏上维斯特洛大陆前 龙妈找到了达里奥并让他留守弥林 从第三季时达里奥因龙妈颜值而选择了追随他 在拿下弥林后他变成了龙妈的男宠 一路守护着龙妈并深深爱着他 而龙妈即将拿下七国 他不可能带一个男宠回维斯特 在一番深情告别后达里奥退 这一退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随后龙妈亲手制作了一枚徽章 并将国王之手戴在小恶魔身上 在龙妈失踪的期间他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小恶魔也无愧与女王赐予他的殊荣 如今龙妈拥有了自己的舰队 三条成年巨了 以及势不可挡的八千如构者 接下来他将以王者姿态踏上维斯特洛大陆 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 正如他哥哥曾说的那样 要回去就要带着千军万马回去 第七季龙妈换上了一身黑色炫耗的着装 带着他的军队横渡黑水 从狭海另一端来到了龙石岛 而龙妈之所以选择在龙石岛登陆 因为这里是坦格利安家族征服维斯特洛大陆开始的地方 也是他的出生地 时隔二十年龙妈终于重回故土 他抚摸着脚下的土地久久难以释回 随着城堡大门缓缓打开 龙妈征服维斯特洛大陆的序幕正式打开 而这张桌子便是一梗用七大伯板块拼凑而成 得知龙妈回到龙石岛后 多安王国和河湾王国率先归顺了龙妈 如今以他的实力完全可以直取军力 杀死瑟西一统七国做上帖王宗 但小恶魔却提了一个馊主意 为而不公逼迫瑟西投降 对此老玫瑰极力反对 认为不需要多此依据 可龙妈还是听取了小恶魔的建议 由多安王国进攻军林后方 灰虫子带领无垢者走水路 拿下凯岩城包围军林前方 会议结束后 红袍女龙梅丽山卓找到了龙妈 并告诉她如果想要一统七国 那么还需要一个人协助 而这个人便是雪莫 虽然龙妈不太相信眼前这个人 但有一旁的小恶魔力竟 他告诉龙妈如今雪莫已是北京之王 能得到他的支持 在维斯特洛大陆的地位将会大幅提升 考虑到这一点后 龙妈没再坚持接受了这个建议 加上龙石岛的龙京是杀死一年的最好武器 而雪诺也不得不从北京来到龙石岛 至此雪诺和龙妈的故事线交回 梅丽山卓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让玄冰与烈火相逢 什么都不懂的雪诺 第一次领约了龙妈可以绕地球一圈的称号 另一边多安王国土中遭遇幽人的攻击 几乎全军覆没 西安看着被抓的紧接 始终无法战胜内心的恐惧选择了弃船逃生 而亚拉和艾拉利亚被抓回了军队 成了色西的阶下球 灰虫子凭借小恶魔对凯延城的了解 从下水到进入了凯延城 在轻松解决掉不多的守卫后 这才发现自己的舰队背后 当他意识到中了敌人的圈套时已经完了 詹姆导演了一场空乘戟 凯延城的军队早已撤离 如今他借机攻下河湾王国 而毫无抵抗力的荆棘女王被逼付 得知消息的龙妈再也安耐不住 因为是他的人词葬送了所有魔 第一次龙妈与小恶魔产生了争执 愤怒的他准备御驾轻证 另一边詹姆还在为自己的胜利洋洋 忽然身后地动山摇 马族部落的十万骑兵呼啸而来 詹姆信心满满的列队准备迎战 直到一身龙银卓梗的身影出现在视野之内 此时对詹姆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卓梗的龙焰喷涌出 严阵以带的士兵瞬间化为灰烬 防线也被暗天大火撕开一道巨大的口 马族骑兵顺着缺口杀了进来 再配合空中的巨龙 整个战场成了龙妈的单方面屠杀 誓死抵抗的詹姆组织起一小队弓箭手 等待卓梗的靠近 可弓箭的杀伤力 根本无法穿透巨龙铜墙铁壁的文甲 反而让卓梗城市摧毁了另一道方向 这时詹姆想起 课梗为射杀巨龙特质的墙 便让波龙前去寻找 波龙在穿过尸横遍野的战场后 终于找到强弩 或许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随后他转动强弩调整方向 第一剑从龙妈身边急驰而过并没有击准 但却激起了龙妈的奋 他调转卓梗开始迎面直进了妙 第一剑的杀伤力点的波龙击杀卓梗的行星 就在龙燕即将喷涌的出时 各自的强弩穿透了卓梗的龙 失去了平衡卓梗带着龙妈开始追悟 就在即将接近地面时 卓梗挥舞着巨大的翅膀 稳住了身体 一击龙燕将威胁自己的武器化为灰井 受伤的卓梗爬在河边 龙妈试图拔出插在他身上的长剑 可无论如何都做不忘 而这一切都被不远处的詹姆看在眼 一条龙就可以改变战局 何况龙妈拥有三条 她知道这场战争色系将必败无益 看着眼前的武器或许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没有由于詹姆拿起地上的长枪冲向龙妈 就在即将接近的那一刻 卓梗似乎感受到了威胁 最终詹姆被波龙救下 有着巨龙的加入让战争没了丝毫血 随后兰妮斯特的俘虏被带到龙妈面前 少数人选择了跪着手 但绝大多数为了心中的理想命死不去 可看到卓梗强大的气场后 在生死与理想面前 最终他们选择了臣服 随后龙妈将拦到塔利和她的儿子带到面前 并宣布了两人的死刑 这一幕应该是令所有权有粉心碎的时刻 龙妈为了救雪诺被夜王埋伏 她的一只龙宝也死在了这里 而导致这一切的悲剧是小落魔的一个体验 原来在几天前雪诺收到了布兰的书信 说夜王已经带着她的试鬼军团抵达了东海王 雪诺作为第一个集结人类力量抵抗夜王的人 希望龙妈可以出兵北上先解决异鬼 但目前两个女王正在争夺铁王座 龙妈不可能放弃她一直努力的目标 在众人两难使小落魔站了出来 随后表示可以去极北之地抓一只试鬼标本 然后带到瑟西面前 让她相信那种不死生物的存在 最终的目的是让瑟西停战共同对抗异鬼 对这种削弱自己实力的建议龙妈居然同意 于是雪诺与乔拉几人便组成了一支小队 警局局长 警局长